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九章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这一章啊 从我们近几年的考试来看 分数不多 主要是客观题的考核 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在 比如说计算或者综合题里面 出一个小的这个指标计算 比如像我们15年的考题里面 综合题就问了一问 就是有关这个 就在计算题里面有一问 我就问你这个杠杆系数怎么来算 是吧 但总体来说分数并不是很多 是吧 可能考试应该 我觉得今年应该也是 主要是客观题的把握 是吧 那么一些计算题的点 我们予以注意 他万一他里面问一小问 我会做就是了 我们今年教材 和去年的交相比来看的话 其实变化呢 就是把那个原来的 第一章的资本市场效率 给放 就是原来第一节啊 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 资本市场效率 他放到了第一章了 就位置变了一下 对吧 所以这样改变以后呢 我们第九章就只包含三节内容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应该是属于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客观题最容易出题的一节 那么他介绍了两大类 是吧 一个是MM理论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理论 我们先来看 这个MM理论 是吧 那么在介绍这个理论之前 大家要了解一下 谈到这个资本结构 其实我们指的是一个长期资本的 这个构成的问题 是吧 因为短期资金啊 它期限比较短 它经常会变 所以无所谓最优资本结构 那么财务管理谈到 这个最优资本结构 它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长期的资本结构来谈的 那么对于长期资本 我们负债权益 占多大比重 合适 哪一种结构更好 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关各种资本结构理论 他要这个探讨一个问题 那么资本结构的理论啊 不同的理论 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理论有不同的流派 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那么从我们考试来说 可能你就不用去抠它为什么了 而是要掌握的什么呢 它这个观点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MM理论 是吧 那么MM理论 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 那么这些假设的 我觉得大家一般了解 这个很少考 考我们的主要是它的观点 我们先一块过一下 这个MM理论有关的假设前提 第一个它指的是 金银分险是可以用 稀碎钱利润的方差来 衡量的 具有相同金银分险的公司 给它称为分险同类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金银分险大小 因为金银分险生产金银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稀碎钱利润 因为没有扣利息嘛 是属于我们的经营利润 是税钱经营利润 所以衡量金银分险 我就看这个税钱经营利润 EBIT的波动就是了 如果我们 假设说我们这个金银分险 也就是我们这个 稀碎钱利润的标准差 如果一样 那么这类公司就是 是属于分险同类的公司 是吧 然后第二个假设是什么呢 它假设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 对公司未来的收益和分险预期 是相同的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假设我们说 你这些公司属于 金银分险同类的公司 对吗 那我们都知道分险越大 投资人要求的额外的补偿 应该越高 那既然你们这两个公司 是同样金银分险 那我们投资人要求的 额外的分险补偿 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 它假设是完善的资本市场 也就是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 假设这个市场里面 没有交易成本 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借款利息率和公司是一样的 第四就是借债没有分险 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 所有债务利率都为无分险利率 它和债务数量无关 所以它是很理想的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来说 你别管是个人 还是机构 还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公司 我们需要钱的时候 都可以按照什么呀 我们都是按照 无分险利率能够借到钱 而且不管借多少 我是借一块钱 还是借一千万 我们的利息率 借款利率 都是无分险利率 所以这个假设 大家得知道一下 是吧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用到它 第五个就假设 全部的现金流 都是永续的 是吧 包括你的吸取钱利润 包括我们这个债券的利息 因为都是无分险的 这个利息嘛 是吧 而且呢 债券它也是什么呀 永续债 那么利息就是永续年金了 然后我们吸取钱利润 也是永续年金啊 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那么在这些假设前提下 我们来看这个MM理论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 无税的MM理论 无税的MM理论 就假设 不考虑这个所得税 是吧 那么他认为什么呢 企业的资本结构 和企业价值无关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和资本结构 也是没有关的 然后我们说 还给了他这个表达式 就是按照他的命题 他实际上就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也就是说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和无负债的企业价值 是一样的 我们说用的这个代码 VLL就是leverage 有杠杆的 VU是unleverage 没有杠杆 就是你不管有没有负债 我企业价值 它不变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我们这个企业的 这个加权平均成本 是吧 就有负债的加权成本 它和这个金融分险等级相同的 无负债企业权益成本 是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负债 他的资金全部都是所有的权益 那么如果这个公司 他要是有负债的话 那么就是 他认为他的加权成本 和你那个 就是没有负债 那个权益成本 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 结合这个图 大家帮我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示 按照这个 无税的MM理论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图上 可以看到 你别管这个横轴 负债的数额多少 改变负债的比重啊 它不影响 企业价值的大小 比如说零时点 零时点企业没有负债 那这时候我的价值 全都是权益价值 然后到往这边 有负债在增大 改变资本结构 那我的VL是等于VU 然后从资本成本来看的话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加权资本成本 大家看这条线 就是WACC 就是加权成本 它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债务的利息率 债务的资本成本 也是水平的 因为你要注意 我们有个假设 MM理论假设什么呀 企业 包括个人 包括机构啊 它都是可以按照无分险的利息率 来取得这个借款的 那么由于不考虑所得税 大家想既然不考虑税 我的债务的资本成本 就税后成本和税前的一样 那就是利息率了 所以债务利息率是水平的 然后加权成本也是水平的 就是这样 就是不改变加权成本 然后呢 权益资本成本 这个权益成本 大家看这样往上走 它上升的所谓命题二了 它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了 改变资本结构是不影响企业价值 不影响家园成本 但是改变资本结构 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 它因为你随着负债增大 那么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大 那可能股东要求的 风险补偿就要高一点 所以它是认为权益成本 随着财务杠杆提高 是逐渐在增加的 然后给了一个公式 就是应该把这个 没有负债的这个权益的成本 它的益就是equity 是吧 所有的权益 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是用 它这个用E表示权益 所以你看它代码里面 是吧 它这个KEU 没有 就是没有负债的权益资本成本 和有负债的权益成本 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 我得多加一个分险益价 那这个分险益价取决于什么呢 你看负债权益比 因为我们用E表示所有者权益 是吧 然后呢 它这个用D Dat 是吧 这是我们的负债 那所以我们在这块 是吧 就是大家看说 它就是用D表示负债 所以它的这个分险预价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负债权益的比重 你负债权益的比重越大 你的相应的分险 益价就要大 是吧 那么 这个如果要是这企业 比如说没有负债 那你其实你可以看 它这个分险益价值 就是权益的资本成本 超过债务利息率 就是无负债的权益成本 超过债务 因为我们是假设 可以按照无分险利率 来取得资金吗 是不是 所以它这块 这个有一个差额 但是呢 分险益价取决于负债比重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有关第二个命题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两个命题啊 大家掌握的时候 我就理解了 我们给大家讲 就是你就是 理解它这个表达的意思以后 通过图来掌握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这图呢 实际上就是要注意的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 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不影响加权成本 第二个命题 改变资本结构呢 负债越大 我的权益资本成本 是逐渐在上升的 因为他认为你分钱大了 那对于股东 因为股东是剩余收益 你借的债多了 那你要先还 债人的利息才能给我 那对于股东来 他觉得你借的债多分钱大 所以要求的额外补偿要高 所以他随着负债的比重 权益成本是在上升的 是不是 那么其实通过这图 我们可以有到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是考虑这个 整个企业总体来说 他认为从企业总体来说 没有什么最优资本结构 筹资决策无关紧要 为什么呢 企业价值不变 那你怎么改变资本结构 价值不会变化 加权成本也不会变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要考虑所得税呢 考虑所得税的话 我们知道债务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利息税前列支 可以抵税 所以如果是这样 你就想 如果这公司 我的投资人 都是所有者的话 我要给他支付这个股利 都是税后利润支付 比如我支付100万股利 那就是100万乘上 一一减去 100万的这个股利税后的 就100万税后的 但你要如果是给债权人支付 100万利息 那他就100万 对我公司来说 利息税前列支可以抵税 对我来说 我的实际的利息负担 是100万乘上一减税率 是不是 所以这样一来 对于公司来说呢 我利用负债投资 我会多一块 利息抵税的收益 所以他会有一个公式 就是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VL 就是Leverage 他等于 VU 就是没有负债 VU 多加上一个什么呀 利息抵税 那就是这个 用负债乘上税率T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是假设 他的债务是永续债 每年的利息 都是拿这个负债额D 乘上一个利息率I 对吧 乘上债务利息率 每年都是一个 永久的这个利息嘛 一直到无穷 然后现在我要你把 未来的负债 给我折到这边 也就是说 我要想要你帮我来算一下 我想要你帮我算 利息 抵税的这个 限值 你怎么给我算 利息抵税的这个限值 PV 利息抵税 那么我每年利息这么多 他抵的税是多少呢 就要把它乘上一个税率吧 就利息 乘上税率T 利息乘以税率T 是这样的 那我利息抵税的限值呢 A除以I 那么负债额 乘上利息 就是我的利息 乘上T 就是利息抵的税 然后A除以I 永续年间A除以I 还是我的无分险利率 因为它都是 没有分险流量的 这样这个I一约掉 你看利息抵税的限值 就是T乘以D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VL啊 它和没有负债的企业价值相比 我会比你多一个好处 多一个利息抵税的 这个限值 是不是 所以从这里面就会给我们 这个MM 这个有税的MM 他认为什么呀 债务越多越好 为什么呀 债务多 他当然前提就是 总资本额是一样 咱们两家公司 经营分险都一样 就是资本结构不同 比如你这家公司 你全都是权益 我这个公司呢 我的负债比较多 是吧 假如我说全都负债吧 比如这样说 你全是权益 我假如我全是负债 然后我们俩 比如说给投资人 一样的回报的时候 你的回报是从税后利润拿的 我的回报是从 税前利润拿的 是吧 这个利息还可以帮我抵税 所以我们两个相比呢 我要比你这个 无负债的企业的价值 会多一块利息抵税的限制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命题 那么第二个命题呢 就是实际上谈资本成本的命题 还是什么呀 因为你对于股东来说 他都会考虑到 你这公司的负债比重多 那么相应的 我这个分险就会大 也要优先给你负利息 还债务 所以权益资本成本 还是随着债务 这个债务比重提高 就是财务杠盘提高 是增加的 但这个增加的分险溢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公式 我们前面谈的那个 不考虑税的时候 我们的分险的这个一筹 就是用那个D比上E 乘上KU减KD 但他这块多了一个什么样 多了一成一减T 因为债务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 考虑他的这个比重的时候 那你要考虑到利息 他是能够抵税的 是吧 所以他俩这个分险报告这块 多成了一减T 我们考试不会考你公式计算的 不用背这个公式 但是要注意他的结论 是吧 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有债务企业权益 资本成本 他呢 要比这个无负债企业权益成本 要多考虑一块 额外的分险补偿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分险的报酬 它是取决于企业债务比率 另外也取决于 所得税税率 你像我们对比来看 像前面那个无税的呢 他的这个财务杠杆呢 他就取决就是负债权益 就是他这个溢价 分险溢价 就是D比E 乘上KU减KD 但如果是有税的 你得把这个再多成一减T 就是这意思 那我们其实就是 也是看图 大家跟我来看图 来把握他的这个企业价值 这个变化和资本成本的变化 在有税的MM理论下 首先你看这个企业价值VL 它和VU 上是有一个距离 VL大于VU 要比无负债的VL 多一块利息抵税 然后资本成本呢 首先大家看 债务的税后成本 它会往下 因为KD层一减T 对吧 是无分险利率乘一减T 然后呢 我们这个权益的资本成本 我们刚才谈了 也比那个 无负债的权益成本会低一点 因为如果要是无税的 我们说在前面 如果不考虑税 不考虑税的话 我们说这个KEL 它实际上是等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KEO 多加了一个 我们是负债权益比 但是你还给我多成一减T 对不对 然后再去乘上一个 它那个所谓 就是我们这个 KEO超过KD的那差额 就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其实会有一个什么呀 它的加权资本成本 我们前面是认为它是不变的 那它现在就会往下走 其实这个它是 这个当时MM 它推出它是通过 这个举个例子 然后推出来了 那我们不要让大家掌握这个推导 不要让它掌握计算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 是想对比 注意它们的这个区别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以往的一个考题 它们你下列 关于MM理论说法中正确的有 A呢说 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高低 与资本结构无关 仅取决于企业经营分险的大小 那这个上对的 就是无税的MM理论 它的这个改变资本结构 是不影响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 就是它是认为 就是说你如果都是同样的经营分险 那么你要求的额外补偿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呢 改变资本结构不影响再权成本 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B 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有负债企业权益成本 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这个是对的 然后再看C 在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 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高低 与资本结构有关 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 它应该是降低的 这就是说 有税的MM理论 它的观点是认为负债越多越好 因为负债利息可以抵税 对吧 所以你的负债比例越大 它的这个债务的成本会降低比较多 权益成本也会降低 所以他认为 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 应该是下降 所以这个说法了 对不对 这个说法了 所以就不对了 然后我们再看D 一个有负债企业 在有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的权益资本成本 要比无企业所得税情况下的权益资本成本 他说高 这个不对 应该是低 也是说法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只有AB是正确的 其实这个 大家看以往考题 就要理解它这个考点 我们如果变一下 那还是考你MM理论 那他如果改变一下 他变成了 比如说企业价值的这个变化情况 那我知道不知道 我们说无税的MM理论 他就是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不影响负债利息成本 有税的认为 它是使得企业价值是越高的 负债越多越好 然后负债利息成本是负债越多越低 对吧 你就看那图嘛 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说 这两个模式下的区别在于 就是有税的 他认为他的这个权益成本 包括就是债权成本 他实际上都是会低于我们这个 无税的这个成本的 是吧 还有债务的成本也是这样 因为在 大家可以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说考试他特别喜欢考你图 那么考我们这个图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有税的MM理论 你看他就是 这些资本成本的变化这一块 改变这个负债比重 它是使得权益成本是上升的 加权成本是下降的 但是债务成本是不是还是不变的呀 因为债务成本 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假设前提 他的假设啊 企业是可以按照无风险利率来获取资金的 你别管借多少 我都可以按照无风险利率来获得资金 无风险利率它就不变 你要让我算税后成本顶多成个一减T 所以他要是变化 就是考试图 大家得把握一下 以后结合图来掌握我们这项目的结论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根据有税的MM理论 当企业的负债比率提高的时候 A呢说债务资本成本上升 其实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刚才讲的 债务资本成本 它不会受到你的资本结构的影响 对吧 债务资本成本它就是始终都是不变的 你看我们那图 它始终是不变的 然后呢 加权平均成本 因为有税的理论 它应该是 债权成本应该是下降的 对吧 所以它上升不对 C也不对 股权成本上升 这个才对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大家看啊 我们考试它 你就从它这个以往的考题 你要提醒自己 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其实你看我们对于这个 就是无税的 因为MM理论嘛 就是分为无税的MM理论 还有这个有税的MM理论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两种理论啊 他们俩 这个考试的时候 他喜欢对比来考我们 那么这个考的话呢 一个是考的是什么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就是无税的MM理论 它认为什么呀 有负债的企业价值 和无负债的企业价值是一样的 就是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但是有税的MM理论呢 它认为这个 有负债企业价值 要比无负债企业价值 要多考虑一块 利息抵税的限制 所以要这样一来的话 你想负债越多 是不是利息就越多啊 那利息的限制越多嘛 所以可以这么来说 按照这个MM理论的观点 有税的MM理论是 负债越多越好 负债多 企业价值是在上升的 对吧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会考核我们资本成本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加权资本成本 对于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无税的MM认为它是不改变的 对吧 就是说加权资本成本 你有所就是 有没有负债的加权成本 是吧 我们就直接写吧 它不会改变 不改变我的加权成本 但是有税的MM论呢 负债越多啊 这就是负债比重越大 我的加权成本 是越小的 所以负债越多越好 是不是 就是从这个加权成本来说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还有从权益资本成本来考虑 权益资本成本 就是 无论是有税还是无税 它都认为是什么呀 这个负债 比重加大 我的这个权益资本成本 实际上是会越大 有税也是这样 和它一样 也是说我们的这个权益 会越大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由于考虑了所得税的这个影响 我们有税的 权益资本成本 是吧 也就是说我说 要考虑所得税的 有税的这个权益成本 它是要低于无税的 那个权益成本的 因为它要受到那个 要多成了一减T 是不是 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 只是那个负债 权益越大 负债比重 比如债务和比重 这个越大 权益成本越大 而我们这个权益的 这个地方呢 确实是负债 越大 它的权益 会越大 但是它这个还会受到一个什么 税率的影响 是不是 它是要把这个 这个D比E啊 还要成个什么呢 要成个一减T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T也会有影响 然后我们再看债务的成本 对于债务的成本 对于无税的MM 它就是无风险利率 对吧 它的这个债务成本 它就是无风险的利息率 它是不变的 而有税的 它实际上是把这个无风险利率 是吧 比如说我们就书上它那个代码 比如说我们用KD 表示它这个所谓无风险利率这一块 它呢实际上也是不变 只不过要多成个一减T 也是不变 你不改变 你别管它负债比重多大 它始终是不变 所以其实你在把握这个MM利率的时候 你就对比的这几个要素 企业价值怎么变 加成成本怎么变 权益成本怎么变 债务成本怎么变 是不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无税是认为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不影响财成成本 所以 无所谓最优结构 而有税的呢是负债越多越好 是吧 然后从权益成本和债务成本 它没有什么特点 也要对比来把握 那我们再来看资本结构的其他理论 对于资本结构的这个理论啊 像它是 就是这些其他理论 它都是以MM理论为基础 然后逐渐去放松其他的一些假设 然后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的 其他理论的观点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权衡理论 这个权衡理论它是强调什么呢 就是你不仅要考虑 这个利息抵税的收益 你还要考虑负债增大 你还会有财务困境成本 所以它呢是要强调 平衡债务利息抵税的收益 和财务困境成本基本上 也是要找到企业价值 最大的资本结构 是吧 就它的观点 就要考虑哪一个结构 可以使得企业价值大 哪个就是最佳资本结构 是吧 那么 从如果按照北拉什来说 他认为有杠杆的企业价值 是等于无杠杆的价值 为优 多加一个利息抵税的限制 另外还要减去一个 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 那因此就说明什么 不是负债越多越好 你负债多 好处是利息抵税 在那不好的地方就会有财务困境成本 所以只有当什么呢 我们这个所确定的债务比例是 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 等于你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的时候 我们才是 这个点才是最优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 比如刚开始 我们增加负债是不错的 就是我们增加的这个债务抵税那个价值 是超过了你的那个财务困境成本 就增加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 那么既然是增加负债 它能够使它的好处利息抵税超过了你的财务困境 那就有必要再增加 那增加到什么呀 这两个相等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增加债务带来的单位的这个 有关利息抵税限制 是吧 就增加单位债务带来的利息抵税限制 和我们增加单位债务的财务困境成本限制 二者一样的时候 你这时候再增加就会使得什么呀 财务困境成本的限制会超过你的这个 就是利息抵税限制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那个边界那个点 就是我们这个债务抵税收益边界价值 等于增加资财务困境成本限制那一点 二者相等的时候 你就说再增加 那就会使财务困境成本大 你要是减少负债比重呢 就会使得利息抵税收益 没有充分的发挥它的限制增加这个优势 二者相等那个点是最优质的结构 比如说我要画这个图的话 也就是说刚开始增加负债是比较好的 到这一点 我们这个增加单位边界价值 二者是一样了 那么这个是最优 因为你再往下走 财务困境成本大了 它价值会往下走了 那么这个财务困境成本 包括直接成本 包括间接成本 所以直接成本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公司 破产清算重组 一些法律费用啊管理费用 这都属于直接成本 而这个有关间接成本主要指的就是说 你这个财务状况恶化了 因为负债比重大 这样的话会导致呢 可能比如说你的这个资讯状况下降 别人可能不愿意把钱借给我们了 是吧 或者说呢他要借给你 他可能要用比较高的这个利息率来借给我 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企业价值会损失 这都是间接成本 是吧 这样就是负债筹资 它也会带来不好的方面 是吧 对于我们谈的权衡理论 就要多考虑一个财务困境成本 那我们再看代理的理论 代理理论又是以权衡理论为基础 他认为还要多考虑一个什么呢 债务的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的权衡 就是不仅要考虑 利息抵税财务困境成本 还要考虑债务的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 所以他们上是一个递进的 这个各种人逐渐递进的 那这里面就有新的概念 就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了 什么叫代理成本 这个代理成本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这个代理理论 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 也就是负债比重比较大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这样就会导致发生债务的代理成本 所以债务代理成本是由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所引起的企业价值那种减损 那就是把它称为是债务的代理成本 那么这里又有一个概念 过度投资还有投资不足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大家可以这么把握 我们说正常的投资行为是什么 你想我们这个正常的投资决策 我们在前面第五章已经介绍了 我们是要选择净限值大的 对吧 我们的决策原则是什么 我们正常投资的决策原则 我们是说呢 净限值NPV大于零 然后这个方案 才是可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就是不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呢 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 所谓过度投资啊 它指的是 我投资 净限值 小于零的这个项目 净限值小于零我也去投 过度投资 那什么叫投资不足呢 它指的是啊 放弃 就是我都是不正常的情况 我放弃 净限值NPV大于零的项目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种 不正常的投资呢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也就是我们 这个负债的比重比较大 对吧 比较大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呀 就觉得 大家看我们首先来看 就是说这个 投资不足的问题吧 如果这企业目前啊 它整个资金里面 负债比重很大 然后现在我们要投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它未来获得了回报以后啊 主要是给 债权人了 是吧 也就假如说这个 税有金限值 但是呢 它这个主要是给债权人回报 股东留不下什么 那这时候 它就没有什么 积极性愿意去投资 觉得反正是赚的钱 也都是给债权人 啊 那么 我们这个 就是最后给股东留下来 也没有多少 是吧 所以呢 它就没有那个积极性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会导致放弃 金限大型项目 那反过来 固度投资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负债比重很大 这个项目本来是 金限值小于零的 但是我就想冒一把钱 对吧 因为金限值 对未来的这个 一个项目股算 我就去冒险去投资 万一这个项目要挣的钱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就是这项目运行好了 万一这项目失败了 没关系 它赔的主要是 债权人的钱 我觉得也好像也无所谓 是不是 所以这种思路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 当你的负债比重很大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使得企业 会有一些 不正常的投资行为 那么这些不正常的投资行为 比如说像我刚才讲过度投资 就是你投资这种 金限值 小于零的项目 就是采用 就比如说 不盈利或者是高风险项目 这样会损害我们股东 还有债权的利益 因为你金限值小于零 它会使得股东财富会减损 包括也会使得债权财富会减损 这样会减损企业价值 但它的冒险是什么 我想一旦要是 我们这个成功了 成功的话 它不是就可以 也有一些回报 是不是 实际上就是说 主要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的时候 我投资了金限值为负的项目 它就是想的是 一旦要是有可能能够盈利 我可以从高风险中获利 是吧 所以上去说在 遭遇财务困境的时候 它可能会冒风险去投资一些 金限值小于零的这个项目 是吧 然后呢 投资不足 我刚才讲了 就是放弃 金限值为正项目 这样的话 就会使得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反正 我这个好 这个负债平太大了 你金限值大于零 当然也是给这些人了 所以这样会使得 这些人的利益受损 但是企业价值 你要注意 它是股权价值加债务价值 是吧 那债务价值受损了 实际上你的企业价值也会受损 是不是 而且进一步 因为本来是为正嘛 你就放钱 那其实对股东财富 也会有受损的 是吧 所以其实他就理解 就知道 所谓代理成本指的是什么 就是由于啊 我们负债比重比较大 或者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 那么这个企业可能会 有一些不正常的投资行为 过度投资 就投资金限值小一零的项目 是吧 就分险大亏损这种项目 我可能也冒分险这头 或者是投资不足 这件事大于零 我也放弃 这样会引起这个代理成本 债务代理成本 那什么叫代理收益 我们这债务代理收益 它主要指的就是说 就是债权人 他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不会被损害 那么会预先在合同里面 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限制性条款的这个引入 就会对经理提示 就是说你要 就是我要有些限制条款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随便浪费我的薪金流 那不行了 我有一些限制 你这个钱不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对吧 另外我们可能有一些 保护条款 要求你这个 比如说这个报酬 要达到多高啊等等 这样可能对经理 提升企业业绩的 这个激励有一定的作用 是吧 另外也会减少 它随意支配 现金流的这种程度 是吧 这都是属于代理收益 那既然我们说负债 有它的 就是缺点的地方 所谓代理成本 也有它 有可能有好的地方 所以你在考虑 最优资本结构的时候呢 按照代理理论 就要比权衡理论 还要多加上一个什么呢 代理成本 代理收益的限制的考虑问题 是吧 多加一个代理收益限制 减去一个代理成本的限制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 优续融资论 这个优续融资理论呢 它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的时候 应该首先是内源 其次呢是债务 然后迫不得已 再考虑股权 是吧 就先内后外 然后呢 需要外部的时候呢 先债务后股权 然后在债务里面呢 是先普通债券 再考虑可转债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 那就是说实际上 这种 筹资理论 就有一个优先的顺序 是吧 那么这优续理论 它实际上主要是基于什么呢 它主要的 这个观点是基于 这个信息不对称 就由于信息不对称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 比如说投资人 他经常要 就是关注这个企业 就是比如内部人 经理人他们的这个 行为 那么 通常人们认为什么呀 这个公司之所以发股票 是因为他认为 目前的市场 给这个股票 高估了 股票市价比较高 对吧 股票市价高 他才愿意发股票筹资嘛 对吧 那么 当这个 目前股票的市场 人们对他低估了 那可能他就不愿意发股票 所以人们这么认为 所以当企业去发股票 可能会被别人有一种 判断 就会给别人传递一个信号 这个资本市场 对公司的股票高估 然后经理人就要考虑 我为了避免给别人传递 这样的信号 我就尽可能怎么样 筹字的时候 我先利用内部筹字 是吧 迫不得已外部的时候 我是先利用债务 然后你再考虑股权 是不是 他会基于信息 不对称的理论 他害怕我 万一我这个行为 让别人认为 市场对公司股票高估 反而股价去下跌了 这样会导致公司价值下降 所以是这样一种观点 所以他有一个优续 优续融资理论 他实际上其实就是通过人们 就是对于这个信号传递 这种判断 他就推出来这样一种理论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 以往的考题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他问你说 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 选择的情况下 根据优续融资理论 是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 所以外部的相关关系人 对公司的判断 他就会认为你这个发证券 是因为市场对这个证券 价格高估了 对吧 那么他可能就会 反而会说 会让你的价值会下跌 那么经理论呢 为了避免你们对我这种情况 我就按你的这个反其道心智 是吧 就是你既然认为我发股票 是股票高估 那我就别发股票 对吧 所以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 这种情况下 然后按照优续融资理论 他的这个筹资的顺序是什么 我们说应该先内部 后外部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 他给的我们这里面 没有内部 那既然没有内部 那我们说都给外部了 是不是 那在外部里面呢 是先债务后股权 那么先债务 债务里面 我们这个公司债 是属于债权性的最强的 可短债和优先股 我们到后面会讲 它属于混合筹资 对不对 所以当然是可短债的前面 然后优先股 最后排普通股 是吧 所以应该选择C的 其实我们可以来 总结一下 其实你看我们这几些理论 他的这个考试 他会比较 然后综合起来考察 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前面这四个理论 他都是针对这企业价值的 他的观点就是要 找到哪一个 就是 结构 可以使得企业价值高 对吧 所以那无税的理论认为是 改变资本结构 不影响企业价值 他认为没有什么 最优资本结构 他认为是VL的VU 所以没有最优 结构之说 而这有税的理论 你看他的公式 就比第一个公式 多加了一个利息 抵税的限制吧 所以这样一来 他的观点就认为 负债越多越好 是吧 负债越多 企业价值是越大的 然后权衡理论呢 要比有税的MM理论 要减去一个 财务困境成本 所以他可不是 负债越多越好 他认为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 他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 增加单位负债 带来的利息抵税的 一个边际的价值 和我们增加单位负债 带来的财务困境成本 那个限制 二者相等的时候 所以他是要权衡 是吧 你要权衡一下 这个利息抵税 和财务困境成本 那么我们找到 也是企业价值最大的结构 是最有结构 所以他是有最有结构的 是吧 然后代理理论呢 就要比权衡理论 又多了什么呢 财务代理成本 和财务代理收益的 这有关的这个调整 而优序融资论 他是基于信息不对称 包括我们说 也基于什么 逆向选择 就是说 他是基于信息不对称 理论放下一个 逆向选择的一个 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 每一个理论都是他的特点 我们可以结合 以往的考题看 你看我们去年这个考题 就问你 根据有税的MM理论 下列各项中会影响企业价值的 既然是有税的理论 他其实只考虑什么呀 债务利息抵税 但如果要是考试 你要是变一下呢 根据权衡理论 下列各项中影响企业价值呢 那我还多考一个财务困境成本呗 如果问你根据代理理论呢 那我这四个全都得考 是不是 那他如果说是根据 无税的MM理论呢 那这四个都不考虑 是不是 所以其实就是自己去分析一下 这个考题就灵活变换一下 那我们再接着看我们以前的考题 也是把这四个理论给你混到一起 他就问你以下的表情中正确的有 A那说根据MM理论 当存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企业负债比例越高 企业价值越大 这个是对的 然后B那说根据权衡理论 平衡债务利息抵税收益和财务困境成本 也是对的 所以根据代理理论 当负债程度较高的企业限务财务困境时 股东通常选择经验值为证 我们说他这个按照代理理论啊 负债程度比较高的时候 这企业通常是不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 投资过度 或者是投资不足 投资过度 就是投资经验值小于零的项目 投资不足呢 就是放弃经验值待遇 所以这样一看他说法了 对吗 然后再看第一 根据优续融资论 当存在外部融资需求的时候 企业倾向于债务而不是股权 这个是对的 是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第二节 资本结构决策分析 资本结构决策分析呢 我们这一节呢 有两个考点 一个是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这个主要是客观题 注意一下 第二个资本结构决策分析方法 有的时候在主观题里面 可能很小 一个小步骤 让你去算 是吧 所以这个 可以在主观题里面考核 但是我们这两点都是 主要是客观题的考核了 我们先来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其实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很多 它如果是多选题 基本上 只要说的不是很离谱 我们全都给选上了 是吧 就是 这个资本结构 既有内部的影响因素 也有外部的 比如说企业的收入的状况 成长性 资产结构 公司的盈利能力 管理层偏好 财务的灵活性啊 股权结构都会影响 从外部来说呢 所得税率 是吧 你像税率如果高 那债务的利息抵税效应强啊 那可能这时候 效应来说可能负债 是不是会提高啊 是吧 包括资本市场利率的影响 是吧 市场的变化 行业特征 都会影响这个资本结构 所以这个 大家就是 知道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但是要注意一下具体的影响 这个影响 它主要就是 这个客观题会考你 就是给你这个企业一些状态 你觉得它资本结构负债 高还是低 那这块大家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按照自己的常识去把握 首先大家可以想啊 就是收益和现金流波动比较大 这个收益流量波动比较大 说明这个企业经营风险就比较大了 其实你看啊 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讲 就是公司的这个特有风险 是吧 或者这个从这个企业筹字来说 我们这个企业这个风险 是吧 我们这个企业这个特有风险 如果我要进一部分类的话 我可以把它分为 一个是经营风险 就是由于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引起的风险 还有一个是财务风险 就是负债筹资 引起的风险 是吧 就财务风险是负债筹资引起的 经营风险是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 引起的 我们要把握这样一点 就是你不能说 两个风险都高 对吧 上是一个反向搭配 包括我们在前面第二章 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如果你的经营风险已经很大了 那你的负债就不能再大了 包括你经营风险大 可能债权人他也不愿意借给你钱 就是所以他一般是一个反向搭配 所以如果经营风险大的企业 那我的财务风险就要小一点 反过来如果经营风险小呢 财务风险有负债可以稍微高一些 对吧 你可以这样反向搭配 那我们先来看 如果收益和流量波动很大 说明经营风险大 所以我的负债水平要低 对不对 然后大家再看成长性好 成长性很好 说明经营风险小啊 对吧 未来的经营的这个不确定性小啊 既然经营风险小 我的蔬菜水平是不是高一些 然后再看盈利能力强的企业 这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这一块呢 大家就是你可以这么去把握啊 就盈利能力强 那相应的我的这个利润的流存会比较多 是吧 那利润流存多 我们就可以尽量可以少利用负债 所以负债可以低一些 是吧 我可以尽量利用自己的自己的这个内部筹 因为我们说是筹资有一个优秀 先内部后外部 是吧 在外部里面再在考虑先债务后股权 那现在既然企业盈利能力很强 那我就尽可能利用内部筹资嘛 是不是 我就要考虑先内部嘛 那既然先内部 我们流存多了 相应的权益增加 负债就会低一些 是不是 还有就是一般用途资产比例高 特殊用途资产比例低 那这样企业应该说 基因分险也是比较小的 就是他的这资产也好抵押 对吧 那么相应的负债市面也可以比较高一点 还有财务灵活性大的企业 你既然财务灵活性大 基因分险比较小 分险小 我的负债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这么去把握它 是吧 就是按照反向搭配 但是在盈利能力多这一块 你是理解它 就是先内后外那个优续的一块 其他你都按反向搭配来 基就行了 但其实在实物中啊 资本结构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包括企业资深的状况 是吧 政策条件啊 还有外部的环境 所以其实资本结构的决策 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或者是模式 而且资本结构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 去相应的这个 就是要有个调整 它会受到我们管理成的偏好啊 主观判断啊等等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它 但是怎么来定这个资本结构 在量化的分析这一块 我们书上也介绍了三个分析方法 这三个分析方法 大家主要是把我三个方法的决策原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资本成本比较法 资本成本比较法 这个方法的原则很简单了 就是顾名思义嘛 我就是看各种筹资方式里面 哪一个方式可以使我的家权平均成本 比较的低 我就选择哪一个方案 是我的最优的资本结构方案 所以这个方法就这个方法 就不用大家再去掌握这个新的公式了 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第四章的资本成本计算 资本成本计算有关公式 你会计算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它是告诉我企业初始成立时 需要资本总额7000万 给了我们三种筹资方式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 我这三种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三个方案呢 他们这个负债比重是吧 比如说你像我们对于这个方案一 他的这个 就是借款是500 债券1000万 优先股500 普通股5000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等到方案二呢 我的普通股债的全都就少了 只有4500了 是吧 相应的这个借款增加了变成800 债券1200 优先股还是500 等到了这个方案三呢 这个股权普通股就更少了 是吧 它债券增加比较多 这等于说这三个方案 它的这个负债的比重是各不相同 是吧 然后它已经直接给了我债务的税后成本 此外呢 我们的股权成本也都有了 那你问一下哪个方案更好 那么就把它个别成本和权重 相成相加不就完了 一算的结果呢 我们发现啊 这个三个方案里面 方案三的加权成本最低 所以按照 我们这个平均成本 按照资本成本比较有方法 我就是选择什么呀 加权成本最低的方案 作为最优方案 是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这道 就是这个资本成本比较法 这个方法没有必要 专门去把握它 你就注意它结论 它的方法就是要选择 加权平均成本 最小的方案 作为最优方案就可以了 是吧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 就是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这个方法 它的决策原则 或者它基本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看一下 哪一种筹资方案 能够使得美股收益高 那么哪一个方案就是最优的 那么怎么来判断 哪一个方案可以使得美股收益高呢 我们要经常利用一个指标 叫做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所以它这个方法 它是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 是吧 这个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美股收益 不受融资方式影响的 稀碎钱利润水平 怎么去理解它 就是说 在这个稀碎钱利润水平下 你别管是利用负债投资 还是股权投资 有的美股收益 不会改变 是吧 美股收益相等 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美股收益不受你资本结构的影响 那我们把这个稀碎钱利润水平 来起个名称叫做无差别点 有的时候考试它会特指 让你求两种投资方式下 美股收益相等的销售收入水平 考试如果特指让你求收入 我们再去求 不特指 无差别点都是用稀碎钱利润来表示的 那这个无差别点的含义怎么把握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比如说 大家帮我先回忆一下 美股收益这个指标 美股收益呢 我们指的是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是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净利润呢 你看我这样写 EBIT就是稀碎钱利润 对吧 减去利息 I 我用EBIT表示稀碎钱利润 就是没有扣利息 没有扣所得税之前的利润 然后我们 把它乘上一个 1减所得税率 大概是不是净利润了 就税后净利润 然后再减去一个优先股利 那比如说我用PB来表示 You prefer dividend 优先股的股利 这是分子 就是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然后分母呢 我除的是普通股的股数 对吧 这是我们前面 学过的这个美股收益的公式 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除以股数 然后现在我这样来说啊 假设我们 现在要新投资一个项目 这项目的需要1000万资金 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认为 我们的1000万应该发股票好 因为发股票 它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是吧 没有还本的压力 财务风险小 但第二派建议就说 我们还是发债券好 因为债券的利息 税前列治可以抵税 成本低 所以现在想请你帮我判断 我们未来这1000万资金 到底是发债券好 还是发股票好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代码 用EPS表示美股收益 Earning Perseal 老写汉字了 当然EPS表示我的美股收益 那现在我们来考虑 如果你要是让我利用 真发股票筹资 我们按照第一派建议 我们发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美股收益的变化 分母的股数 我是要变大的 因为你要新增发行股票 所以我要增加一块股数 也就是我的原有股数 来加一个新增股数 而分子呢 EBIT是未知数 是吧 然后利息 由于你是增加股票 我的负债利息不变 还是原有利息 你要注意财务管理 谈到资本结构 指的是长期资本的资本结构 既然是长期资本资本结构 你的原有的长期负债利息还在 对不对 所以利息不变 乘上一个一一减所的税率 然后我们再减去优先股利 优先股股利是固定的不变 这是我们第一派建议 我们利用蒸发普通股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派建议 比如说我要想增加发行债券 如果利用蒸发债券的话 大家可以想它这个 每股收益的变化 股数不变 还是原有股数 但是我的这个 利润的变化 EBIT是未知数 不知道 但是由于我增发负债了 所以我的利息 除了原有利息 新增负债还会新增加一块利息 乘上一一减所的税率 然后再减去优先股利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想 让你帮我判断一下 我们到底是发股票好 还是发债券好 那我们可以画一个图示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每股收益和EBIT 是一元一次方程 对不对 因为现在 假设我们这个股数 原来是这个 比如说一亿股 现在要比如说利用股票的话 我要增加多少股 这个股数有了 税率 比如国家是给我税率25% 优先股利固定的 利息也确定好了 那这时候每股收益 EPS和EBIT 就是一个一元一次方程 对吗 所以我们先来看 如果让我画这个 我们画一下 这个每股收益和EBIT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用横轴 表示我的这个EBIT 纵轴呢 我表示每股收益吧 EPS 那我们先来看 按照第一派建议 我们要发股票 发股票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是一元一次方程 是一条直线 所以现在我想请你帮我找 两点 因为两点可以连成一条线 比如我先找第一点 就想在横轴上 我想找一点 横轴上找一点 那么现在我的问题 是想问一下你 EBIT等于几 每股收益 它等于零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EBIT 比如我们现在简单一点 假设这个公司没有优先股 我先简化 因为它就是为了推那个关系 后面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简化 这个公司没有优先股 优先股利 PD为零 如果PD为零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想问的是 EBIT等于几 每股收益为零呢 你从这个公式一看 EBIT等于爱元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个 横轴上这一点 当EBIT等于爱元的时候 每股收益是为零的 那我们再找第二点 第二点呢 我是想问你 EBIT如果为零的话 每股收益等于几 我还是简化PD为零 大家看 如果EBIT等于零 我的这个每股收益 它应该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零减去爱元 乘一减T 除以N元加加上N 对吧 所以我的纵轴上 这一点是负的 是负的爱元乘一减T 比上N元加加上N 那比如说 我随便来这个一个数 比如说这个是画一个 它是负的爱元 乘上一减T 然后比上一个N元 加上得了N 是不是这样啊 这样一来 我们两点就可以 连成一条直线了 所以这是我的 利用股票筹资的 美股收益 就可以出来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还有一派建议 利用发债券好 发债券好 我们假设也是简化 我先都简化 就是PD还是被零这样 我还是想 找两点 找横轴上找一点 EBIT等于几 美股收益为零 那你从一看 EBIT等于爱元加得到爱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横轴上这一点 比如说这块 就是爱元加上得到爱 这是一点 然后你再帮我找中筹 中筹上这一点 我令EBIT为零 EBIT为零的话 大家看美股收益等于什么 它是不是等于 负的 这个爱元 负的得到爱 整个这个 乘个一减 t 比上恩元 对吧 也就是等于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 这个点啊 比如说我写在这里 这块 它应该是负的 比如说这样写 就是我重负上的点 负的爱元加得到爱 对吧 乘个一减 t 比上恩元 是不是这样 是有这样一点 就是如果要是 我的EBIT 我们令它为零 那你看债务的 美股收益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重负上这一点 是负的爱元 加得到爱 乘一减 t 比上恩元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个点 重负上这一点 在我刚才画这图的 上面还是下面 是不是应该是下面 因为它的 就是别管它的负号啊 我们看绝对值 从绝对值来说 它的分子是多一块 对不对 从分母来说 它除的是小的恩元 所以它一定是在 我们刚才那点的下面 那既然是在下面 那我们说两点 就可以连成一条直线 对吧 比如说这是我的 利用负债筹资的 美股收益 那么什么叫做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呢 它说的是 美股收益不受资本 结构 就不受筹资方式 美股收益不受筹资方式 影响的 这个EBIT水平 那么你就看 这两条线的焦点 它俩的焦点 美股收益是相等啊 所对应的 横轴的这个EBIT 就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无差别点 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我的未来的EBIT 是等于这一点的EBIT 比如说我用EBIT一杠表示吧 如果无差别点是等于 就亿计的EBIT 预计EBIT 等于这个无差别点 EBIT一杠的话 你利用股票筹资 还是利用负债筹资 无所谓 美股收益相等 所以我们把这一点 称为无差别点 而且从那图上 你看我们就会有一个决策原则 什么样的原则呢 如果要是 预计的 EBIT啊 因为我们说 我们要投资这个项目 未来的EBIT是多少 那这个 没准了 零到无穷 对吧 那么预计的EBIT 如果大于 大于你算出来的 无差别点的 EBIT 那你看 哪一种筹资方式好啊 你从这图上看 很显然 是不是债务的优势啊 对吧 那我们负债好啊 所以呢 就应该选择 负债筹资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是我的 债务优势 但是大家看 如果要是预计的 EBIT 小于无差别点 EBIT 也就是说 预计的 比这个无差别点 在这个点的左边 那你看这左边这块 这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权益筹资的优势啊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那我就选择 权益 股票 对吧 是这样 当然如果呢 正好在这个点上 预计的EBIT 等于无差别点 那我无所谓 都可以 对吧 所以什么叫做 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呢 它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呀 利用股票筹资 和利用负债筹资 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说 就是两种筹资方式 美股收益 相等的那个EBIT水平 就是方案一的 这个美股收益 和方案二的美股收益 相等的那个EBIT水平 就是我们这两个方式的 就是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 是吧 当你的 就是两个美股收益 都相等的EBIT 它请名称叫 无差别点EBIT 而这个无差别点EBIT 可以帮助我们去决策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计算 这个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呢 那就是要找到 这两种方式的 美股收益相等 对吧 因为我们其实 刚才给大家理解了 什么叫做 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 我们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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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